李克強出世會否引來八九民運重演 拜登會見王毅推進拜集會 涉恆大金融圈租清茶 集拍板反腐進行到底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10月30日星期一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我是雪兒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被宣布 在10月27日因為突發心臟病撤死 中共當局已開始嚴控悼念活動 採取各種手段維穩 坊間觀察李克強的去世 會否引起六四事件重演 分析認為這個或將為動盪的中共政局再添變數 雖然中共審查封殺網民評論 並且嚴控悼念活動 但仍然有大量民眾前往李克強故居獻花 分析表示民眾並不是因為好懷念李克強 而是借獻花之機表達對社會不滿 中共黨媒宣布李克強 27日凌晨過世後 中國各社交平台對相關討論嚴格審查 並關閉評論區 相關關鍵詞亦被封殺 在微博上 有關李克強去世的討論 幾乎全部被過濾或清空 只有蠟燭、哭臉等表情符號 以及一路走好等簡單的文字 一些大陸網民在社媒上 分享了馬來西亞歌手梁靜宇的代表作 《可惜不是你》 以表達希望去世的不是李克強 但微博很快封殺了 《可惜不是你》的搜索結果 當晚又封殺了梁靜宇的搜索結果 同時微信還關閉了 《可惜不是你》原版和翻唱版本下方的評論區 禁止網民留言 在線下自17日起 中共嚴控悼念活動 尤其是大學 要求大學領導 關注和控制學生的言論和動向 上海交通大學黨委辦公室 在微信工作群組發布通知說 李克強因特發心臟病逝世 根據工作指示要求 請各單位各部門 做好近期的校園安全穩定工作 確保愚情各方面安全有罪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 資深研究員張燕發表評論說 兩年來 中共當局持續不斷地發生危機 失策和各種意外事件 李克強突然離世 成為眾多困擾習近平事件中的最新事件 多年來 中國人學會利用哀悼時期的言行 對當局表達不滿 可能認為政府很難阻止大家 悼念世者 他舉例說 最著名的例子是 改革派黨委書記胡耀邦的去世 導致了1989年 在天安門廣場爆發的 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 這些抗議活動被軍隊鎮壓 造成幾百人喪生 文章又說 1976年 周恩來去世時 亦引發了抗議活動 成為板島無派激進分子崛起 和鄧小平佔路透過的前奏 中國民主黨 全國聯合總部執行長 戒立健認為 李克強不能與胡耀幫比 他對大紀元說 雖然李克強的支持率比習近平高 但是很多百姓對他十年執政 亦幾失望 覺得他沒有任何大的作為 現在中國民間出現各種懷緬 會不會引起 像當年胡耀邦去世之後造成的局面 例如走上街頭 甚至有更大的衝擊 中國問題專家張天亮亦認為 有分析認為民間對李克強的悼念 其實是在表達對習近平的不滿 尤其是他的治國路線越來越向左 新聞拍案驚奇主持人李大禹 在YouTube節目中說 習近平越走越左是必然的軌跡 進一步的政治改革 不然的話經濟改革以前的成果全都沒有 最后一次記者會的時候說 對 文革的時候 文革可能還會從來 這都是文家寶自己講的 所以當時中共黨內已經達成這樣的共識 習近平剛上台的時候也是認為 也是打著改革牌 也是拿著這個牌上來 就是才能走上來的 但當時我們就說 他當時面對這個環境是很複雜的 那麼習近平剛上台之初呢 江派有一個郭博雄和徐太厚 他們就有個對話說 讓他幹的臉臉滾蛋 為什麼 因為江曾派是當時把握著很多中國 非常關鍵部門的這樣的權力 所以說李克強他一個管家 他並沒有黃二代的背景 習近平上台是有黃二代的權力背書 包括胡錦濤溫家寶這一派的對他的支持 所以說他才能跟江派對著幹 拿下很多江派官員 而在同一個節目裡面的嘉賓 新聞漢點主持李牧陽正為 無論誰上台執政 都不能逃避一個問題 不管誰上台他都有一個面對的最關鍵的問題 就是法輪功的問題 誰解決這個法輪功的問題 那一定是把中共先解體 否則的話那你一定是往左走 習近平當時他的這個家族背景 包括他的這個政治經歷 這個中共的各大派都推他往上 把他拿上來了 如果是這個薄熙來上來也是一樣 習近平上來也是一樣 換成李克強也不會有任何變化 他一定會被這個中共的角落 自己給攪到裡面去 他一定是跟著中共走 法輪功的問題不解決 誰上中國都沒有希望 當地時間星期五 即10月27日 白宮發布總統拜登 接見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的照片 同時表示 雙方致力於安排美中首腦 11月在三藩市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APEC期間會晤 其後有熟知內情的官員向美聯社透露 美國已經與中方達成共識 會在APEC峰會場邊舉行拜集會 但雙方的會晤具體日期 會場等細節仍然在討論中 該名官員因為未獲授權發布消息 而不願據明 美國之音引述分析人士說 拜集峰會可以提供一個難得的機會 說服北京恢復軍事對話 減少美中艦機在海上和空中 相互靠近的情況下 發生意外事件的風險 難得公司國際與防務高級研究員 何天穆對美國之音表示 美中兩軍關係有望在拜登和習近平的會晤後恢復 王毅此行亦與美國安全顧問沙利文見面 白宮簡報顯示沙利文與王毅就中美雙邊關係 以色列和哈馬斯衝突 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 海峽兩岸問題等關鍵議題進行了坦誠 建設性實質的討論 沙利文討論了對中國在南海危險 和非法行為的擔憂 強調台海和平台穩定的重要性 恆大爆布後 波及數量可觀的銀行等金融機構 加劇經濟動盪 近日多個社交平台傳出許家印 已招出賄賂的大批銀行高層 外門報導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表示 他希望不為餘力地整頓房地產行業 反腐鬥爭必須進行到底 華爾街日報10月26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 習近平9月在一場同高級官員的會議上表示 要不為餘力地整頓房地產行業 不能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其中之一是重點調查許家印和他的管理層 有沒有涉及非法集資行為 例如向銀行高層提供回購換取貸款 習近平還說 可以容忍房地產業發展減慢 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但反腐敗必須進行到底 9月底許家印被採取強制措施 接受調查後 很快從社交媒體平台傳出消息 許家印已招出行他大量省部級 甚至有政治局常委級別的官員 恆大的二十多個債權人中 中國銀行前黨委書記 董事長劉蓮柯涉嫌受賄 違法發放貸款 10月7日已被相規 兩日後即10月9日 中國光大銀行原董事長李曉鵬 亦被審查 恆大地產的負債清單中 涉及大大小小 180多間銀行等金融公司 當局鎖定20間 恆大主要債權人作為重點調查對象 包括國有銀行 以及一些下級政府控制的銀行 恆大最大債權者 民生銀行正在接受審查 他的管理諮詢委員會 袁副主席刑本壽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5月13日被帶走正接受調查 刑本壽今年2月剛退休 僅3個月後就被查 恆大爆煲波及金融機構的同時 按回披露當局正通過銀行清查庫號 曾經獲普立資新聞獎的前駐中記者 歐日文讚文說 隨著官員被消失 年輕人躺平及企業家哲尼等 中國經濟萎靡不振的時代 北京正在透過銀行 清查擁有3,000萬元人民幣資產的富豪 要求他加出兩成財富 否則就查稅 中國的房地產及地方債務危機 隨時可能引發金融風暴 習近平正面臨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壓力 失業率躁增 星期四 即10月26日 日本社論作家鍾澤克爾 在《日經亞洲》發表的一篇文章裡透露 湖北省及周邊地區的人民認為 實際的青年失業率 可能是政府官方數據的兩倍 亦指中國大陸的青年失業率 可能高達甚至超過四成 文中還提到 日本關東地區一間日宇學校的老闆透露 過去來自中國城市的實習生 通常每個月可以從父母得到足夠支付學費 及租小公寓的資金支持 但現在的中國學生 一到日本就開始找兼職工作 因為他們已經不能指望從家可以拿到什麼錢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內陸地區 目前的經濟情況 而中國年輕人缺乏工作機會的情況已相當差 以至於青年失業率 在6月份達到21.3%以後 中共官方就不再發布這類數據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再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頻道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提議呢